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与凤行赵丽颖红衣新造型,温婉的魏晋风,林更新真的瘦了很多 与凤行是赵丽颖和林更新主演的一部仙侠剧,已经拍摄了好几个月 这部剧改编自《九路飞香》的小说,当霸道的魔剑女王爷,遇到禁狱的老神仙,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这两天又看到了不少雨缝行的花絮露透,赶快来看看吧 赵丽颖红衣新造型 首先是一套赵丽颖的红衣造型,里面搭配了白色的内搭,比较肃静温婉的风格 侧面的仪态很好,脸蛋又小又精致,而且头好圆啊 简单的衣服,都能穿得这么好看,果然颜值和气质非常重要 看到这套红衣,想起了赵丽颖在《鼠山战记》里欲无新的红衣 曾经也是很很惊艳过我的,超美的易玉峰公主 虽然妆容是粗粗的韩式平眉,但是这个角色人设超好 赵丽颖在里面的每一套造型都很好看 浅绿色长袍 还有一套浅绿色的长袍,里面也是搭配了白色的内衫,头发和前面的红衣一样 在现在的古装剧里,好像是很少见的魏靖峰了 头发松松的扎在背后,低头看的侧脸也好好看呀 这套魏靖峰的造型,在赵丽颖工作事发的花絮里也有,还有超轻的静脸的特写 妆容精致古典的细眉,就这么静静坐着,都是赏心悦目的画面 正面的镜头也有,赵丽颖现在的状态颜值真好 演的角色是个霸道的王爷,不过私底下就是温柔的小美人 这就是演员的可塑性吧 林更新瘦了好多 林更新饰演的行指,是天剑年纪最大的神仙 她在剧中的造型,似乎多是这种散发的 可能有一些新造型,需要在正片里才能看到吧 林更新为这部剧剑身瘦了很多,休息时候的背影,都能看出身材好了不少 女主赵丽颖的状态这么好,其他的演员自然也要开始卷了 尤其是作为男主的林更新 一些超美的实景 与凤行剧组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在取景上很舍得下功夫 去了很多地方,比如沥水等的拍摄,这样剧中的景色不会让观众审美疲劳 剧中一处重要的地点幸运小院,就找了一个风景秀丽靠水被扇的地方 屋子是剧组工作人员请人搭建的,做得古色古香,看着就像住进去不问世事 沈黎刚刚到人间的时候,就曾经住在这里,期待正片里美美的行云小院 赵丽颖,打破资本魔咒的小镇女孩 赵丽颖,1987年10月16日出生于河北省狼房市,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 2011年,她凭借新环珠格格中的情儿一角,在娱乐圈出路头角 新环珠格格在悬角,剧情改编等多个方面都令人诟病 但是赵丽颖饰演的情儿,性格温良坚毅,心地善良,美丽大方 成为了很多人心目中的白月光 此后,赵丽颖先是凭借陆真传奇出演大女主陆真儿爆火 接着凭借花千谷,楚桥传,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等高质量热门电视剧奠定了自己85花的身份 多少人心生极度,暗地里嘲讽她的出身,她的演技,她不知为何的幸运爆红 但事实上,在2011年出演情儿之前,赵丽颖已经在娱乐圈打拼5年了 2006年,她因获得雅虎搜星比赛冯小刚组冠军而进入演艺圈 自此开启了不断出演配角的演艺生涯 作为一个农村出身,没有受过专业演戏培训的女孩 赵丽颖靠自己的天赋与努力,一不一个脚印地走到了今天 在如今娱乐圈中,个个都是演艺世家,科班出身,富二代云集的地方 赵丽颖就仿佛是一朵奇葩 来自农村的小姑娘,性格里带着大地之间联系密切的倔强,坚韧,吃苦耐劳,永不服输 她用自己的坚持与天赋,在如今资本横行的娱乐圈,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气质女神赵丽颖,已留好戏着衬 赵丽颖是目前娱乐圈最知名的演员 顾景颜值高,身材也是真的绝了 这样的黑色吊带谁不想要呢 赵丽颖在幸福到万家中穿的这身装束,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因为里面有这么多泥土,你可以真正感受到衣服是多么陌生 检查两者之间的差异,看看他们是否显着 不过,最近幸福万家却备受关注 我对赵丽颖的介绍是在我看她在你和我的清晨时光中的表演时开始的 我当时不认识她,虽然不认识,但我记得当时觉得这个女演员太美了 故事也很吸引人,所以我把整个事情看完了 当我们终于见面时,她自我介绍为赵丽颖,我得知她是一位著名的女演员 赵丽颖新剧《野蛮生长》即将开播,让我们再看看超众的曲半下吧 有没有期待 此外,赵丽颖还有一部新剧《雨凤行》,大家期待已久 什么时候发声对我来说是个谜 对她有点兴奋 赵丽颖新剧造型绝美,与林更新联手二单你期待吗 赵丽颖新剧造型绝美,与林更新再次合作,两人脸型都太完美了 赵丽颖和林先生以前合作过 然后得到了好评 他们在楚桥传的成绩让网友们至今难忘 等楚桥传第二部 虽然已经等不到第二部了,但是迎来了一部让网友热议已久的仙侠剧《雨凤行》 《雨凤行》目前正在拍摄,得知赵丽颖在剧中的造型属实,震惊了网友 紫衣轻薄的丝质长裙,长发飘逸,真美 赵丽颖饰演的角色是魔剑女王琉璃,身材单薄的她,穿着这条长裙,显得更仙气了 为了给观众提供真实的视觉感受,剧组也是煞费苦心的场景 这次在丽水景区拍摄《雨凤行》真是景美人 相信导演和演员如此努力,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视觉盛宴 毕竟现在的观众也没那么擅长糊弄,特别讨厌不静的吝啬行为 男性林先生的造型也很帅,风格也很飘逸 据说林先生这次一个人引了两个角色 这也可以说是巨大的挑战吧 但是,我相信林先生会给我满分的回答 《雨凤行》剧组的选择场景不限于横店 相信新剧播出时一定会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视觉感受 期待《雨凤行》快点播出吧 你喜欢赵丽颖和林更新再次合作吗 《雨凤行》快点播出时期待